SURPRISE 大家好 看到這個畫面應該就知道 我們又沒騙了 所以我就騎著我的小摩托車 出來晃晃 應該不會再有人說我超速了吧 今天想要跟大家來聊一下 這個所謂的 馬路如虎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騎這種小摩托車 看起來這種最弱勢的 小摩托車最能體會 這個 台灣坎坷的交通環境 尤其是對我們這個 二輪族群來說 因為你說我騎R1的話我可以騎快車道 我可以直接 迅速一擊脫離啊 我可以離那個 危險的路況遠一點啊 因為我擁有的權力比較大一些 那你看我騎小摩托車 我是基本上我只能騎在這種道路 然後 常常會有這種 車子開比較出來的啦 或是你 無可避免的 微停的問題啦 顯像還身 一秒印證 又不要說 真的啦你在台中騎車齁 欸他霸我 兇狠 對啊你看如果這種情況我騎R1我就跟他輸贏了 我幹你娘咧 對不對齁 你騎這種小弱勢的摩托車 你就只能被霸啊 你被霸了還追不到他 我必須要說真的有很多人喔 他是因為這個不完善的交通規劃 因為這個不完善的政策而喪命 通常都是悲劇 這些人他不是真的願意發生這種事情的 錯誤的交通規劃 錯誤的政策造成 可是呢我們中華民國這個偉大的政府呢 他只會把錯推給駕駛人 他從來不承認自己在規劃與建設上面是有問題 所以呢他就選擇把這個錯誤都丟給駕駛人 讓駕駛人自己去承擔喔 比如說你為什麼不離大車遠一點啊 你為什麼不做防衛駕駛啊 你為什麼要超速啊 你為什麼要怎麼樣啊 但其實有很多情況根本不是這幾個原因可以規則的 有很多情況是 基於一個錯誤也不完善的交通規劃 道路的規劃而產生的 其實我覺得代轉區 不是一個不好的設計 就是他可以提供一些 在最外側的車輛 有多一個可以左轉的機會 尤其是像有一些 趕他的摩車真的很慢的 像我這種 慢到靠腰的 100cc 不用去內側車道 跟那些 汽車拼石拼火 當然你說如果性能好一點的 像一些新款的車子 他的性能比較好 加速比較快的 其實老實說你直接從裡面左轉沒有問題 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可以並行的 然後像這種圍停的車輛 為什麼常常呢 會有人會被後面的車子給撞死 我跟你講就是像剛剛這樣 他想都不想他就想要直接切到換一條線 你突然切出來我跟你講誰都沒辦法反應了 對啊很趕 我的趕不是他趕不趕 而是他很趕時間 所以他看到圍停的車輛 他也不管後面有沒有車 他也不看後照鏡 他就直接切了 那這種真的太多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說後面在內側車道的車 他還有什麼選擇 當你衝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來不及了 對啊 他開在自己的線道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預測到 當你看到圍停車輛的時候 你會做出什麼動作啊 我當然不是在說 圍停是一件對的 而是他已經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狀況了 沒辦法去改變他的時候 你要用生命去跟他換 不要用生命捍衛路選 其實好像有那麼一點道理 寧願上法院也不要上醫院 對不對 留得清山寨不怕沒財燒 真的我是希望廣大年輕朋友 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對啊 我活下來然後我在網路上 或是甚至我去檢舉他 我去進行一些申訴 都比由別人來幫你做這件事 來的有意義也有價值 真的是這樣 我不腐爛 這是我騎車15年16年了 為什麼我幾乎 我只有在馬路上摔過一次車 那為什麼我騎車這麼長的經驗 我從來幾乎沒有發生過車禍 給大家一點建議 你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拜託 後照鏡是個好東西 它不是裝飾品 它的功用呢 除了是在確保你轉彎的時候 可以看後面有沒有來車之外 也可以一直確認後面有沒有威脅逼近 你至少要跟後面的車輛 保持一個交錯或是有一段距離 不然你真的不知道 當你前面遇到狀況的時候 後方的車輛有沒有時間 反映你的動作 我是不知道 大家在騎車的時候 你們的視線是放在哪裡 像我自己的話 我的視線是放在前方那個紅綠燈那邊 我不會看著Porsche Porsche在這兒 我是看更遠一點 因為我可以至少知道 前方的車輛跟路況有什麼變化 來決定我下一步要做什麼 那如果你被視線擋到怎麼辦 那就 盡量想辦法找一個空隙啊 對啊 你盡量不要在高的車子後面 其實那很危險 因為你更不知道 你看不到前面啊 你等於是 忙著 你的視線是沒有了 視野很重要啊 不管是在賽道上 還是在一般道路上 視野也是基本上最重要 盡量的拿你前面的車子當擋鍵盤 然後離離它遠一點 對 你可以用它來預判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所以其實 大家說什麼 飆車啊什麼的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我騎得快 所以呢 我才會知道 這個路上有哪些問題 有哪些必須要注意的 容錯空間會變少 所以你的警覺性會放大 你也更能夠知道 這條道路上面有哪些問題 賽車廠會把你的錯誤 給放大 你騎快也會 也因為你騎快 所以你就知道 這些平常人不會發現的問題 那你騎慢的時候 你不會發現的 為什麼騎快的時候會發現 所以說 因為騎慢的時候 你不會發現 就代表它不存在嗎 不是這樣 帥喔 我記得這條路的進行機車行 都被划掉了 有一些 網路的論點 也不見得全然是錯的 比如說 很幹骨的那個離大車遠一點 真的拜託 真的離遠一點 因為他們通常都沒張眼睛 意思是 他們根本不會去注意你在哪裡 他就看不到啊 與其跟這種盲人爭辯 我覺得不如就離他們遠一點算了 對啊 能閃折閃 跟他在那邊正面硬剛 啊 導遊遇到一瑞利亞 我跟你講 直接兩秒鐘就G了 撲棚引半 找人圍喔 不是很好嗎 就我覺得某些程度 我真的蠻佩服小三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他可以就是不用間斷的 然後一直講 一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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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起來不用剪接 我覺得超強的 這完全就是一個典範 像我呢 就是還需要 就是 有時候會語射 有時候會重複 然後所以就需要用剪接的方式 他完全不用 我覺得超厲害 可以一直講 他這真的是練很久了 有一點佩服啦 因為 你叫我自己這樣子 在安全帽裡面是幹活 其實 我有一點沒有辦法 因為有時候我會打結啊 對啊 我也在練習 我也在想辦法 去讓他講順一點 因為我知道 就是我在 邏輯上面 是有的 但是想要把這個邏輯 給好好的陳述出來 是需要時間的 前面好可怕 這到底在修什麼東西啊 其實我有點搞不太懂 水管 三不五十的修水管 之前大理區那邊還有一個破洞 其實我今天會拍這一支片 是因為我看到有一則新聞 就是18號啊 有一個大學生 然後他騎的應該是Duke吧 KTM的摩托車 在大理那邊因為為了閃這個 叫什麼 這是什麼 就是 維修道路的那個路況啊 然後 他為了閃它 然後被後面的連結車給撞死 我覺得蠻可惜的是因為 為什麼會有點感慨呢 因為他其實 他本身也是一個YouTuber 然後他主要是在做 那個 日本VTuber的翻譯 就是他會去翻譯一些 日本VTuber的影片 然後來給大家看 所以呢在新聞底下 就有很多 也喜歡VTuber 的人呢 在那個新聞底下留言 致哀這樣子 那我看到其實感慨的事情 是 因為一些 不正確的觀念啊 還有 就是長期以來 我認為啊 就是在 對於這種 駕駛技巧 還有 觀念上 一直都沒有做一個普及 所以其實他 他老實說是間接害死的這個年輕人 那你說 後面把他壓死的連結車有沒有錯呢 其實 因為我沒有看到影片 我可以猜測 其實連結車 他其實可能已經在那台摩車旁邊了 所以當他 要閃那個路況的時候 他要 會變換車道的時候 他或許是 沒有注意到 旁邊已經有一台連結車了 有可能是他的事件時腳 有可能是什麼 他不曉得 他切出去就被撞到 也有這種可能 但我今天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是不是能把這種可能性給降低 甚至是變成沒有 所以這 其實要從你平常的駕駛訓練中 去提升的 比如說 你的靈機反應的判斷啊 你看後照鏡的習慣啊 像我你看我看幾次後照鏡 我一直看耶 沒有後照鏡 我不會騎車 謝謝 真的 你騎在路上 你真的要有被害望養生 像我那天 去古關的時候啊 就是 不是有一個 摩托車突然衝出來嗎 其實 我沒有料到 因為我騎在中間 我不是騎在內線 我騎在靠中間 偏右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 稍微看得到 那個對象有什麼 我看到是一台 小汽車 但是小汽車後面 緊接著有一台摩托車 它塞得很近 我沒看到 所以這其實是 我當初對那個路況的判斷 是有問題的 不過也因為 我長期以來 的騎乘經驗 讓我有 這個 整體的本能 去反應 在我還沒意識到之前 我已經閃了 我有這個反應動作出來 不是每個人都有 那當然 它也有閃 所以 就避免了 這個事故的發生嘛 可是如果它沒有閃 我還閃得過去嗎 其實我不敢跟你說 我有辦法 或許 我有辦法把這個狀況的災害 給減 到一個低的程度 像這個 王八蛋也不打方向燈的 它要動它也不打 其實我剛剛就看到了 然後你說 圍停車輛 這麼多 那有沒有辦法改善 我跟你講很難啊 因為 其實圍停真的跟 道路的規劃是有關係的 你看像這裡啊 超奇怪的 我不知道是 居民的 升速還是什麼 它就全部給你畫紅線 對啊 導致你可以停車的地方 真的會變得非常非常少 它可以 規劃嘛 就是 規劃出說 欸 我這個區段 幾點到幾點 是可以停車的 是可以有停車格的 幾點到幾點 必須移開的 而不是 幹我就全部給你畫個紅線啊 對啊 你看像這裡有個停車格 那所以說 假設如果這個居民 它進行深處的話 是不是這裡的停車格 也要被圖銷呢 我覺得很怪的啊 是 它就是一個商家 它就是店家前面的 然後它給你畫紅線 Fuck 為什麼 所以我要 買東西 我必須要停到很遠的地方 我才能來這裡買東西 那明明就 很空啊 你看我就一直看後面啊 我看哪一台車要超山 這種人 超山還不會管你的啦 它A到你 那給衰而已 對啊你看 我這邊直接講一下文心路的問題啊 文心路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就是 那個內線到底是 左轉轉用道 還是直行車轉用道啊 還是快車道啊 就是它 很容易造成事故 你知道嗎 就是你順著這條路一直往前開 你本來是在中線的喔 然後那一條中線 會因為路行的延伸 改變而變成 左轉車道 然後你這時候 又必須想辦法切出去 然後事故就很容易在這時候發生了 所以我真的不太懂啊 就是 他們在做這些道路規劃的時候 真的有用腦嗎 他們不曉得這樣子會增加事故嗎 然後也會增加駕駛人的困惑嗎 我不懂啦 就是 我只是一個疑問句 對啊 你們大家覺得怎麼樣 就幫我再底下留言好了 政府官員在設計交通的時候 這些道路規劃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用腦 幫我再底下留言 謝謝 那些花花草草的什麼啊 分隔島的部分啊 在以前呢 在更之前之前 那個是很高的 你知道嗎 所以 你如果要從這邊 進行一些左轉的動作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對象有車的 所以這邊 很容易發生事故 所以後來呢 他才把這個槽給砍低了 那你說這邊砍低的其他地方呢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其他地方多的是 高的比人還高的 要不然你就是種一堆樹啦 可是我是覺得啊 你樹可以種在人行道對不對 可以種在一些 木旁 而不是種在分隔島嗎 有很多事故 是因為視線不良的問題而引起 他判斷 我從這邊看過去 我看沒有車啊 我沒辦法 但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看到最遠的地方嘛 假設如果有辦法看到最遠的地方 我就不會選擇在這個時間左轉的啊 當然有一些人是根本不看的 那有另當別論嘛 你去給狗幹就好 我們一談的是 他有看 可是他沒看到的 這種事故 發生真的是很讓人感到遺憾啊 因為他在轉的時候 他是很沒料到 在視線死角 那真的是死角 我不騙你 那真的是看不到的 突然有一台很快的摩托車衝上來 憾事就這樣發生 什麼時候是執行 在法律上來講 的確 他有絕對的入權 但是這個問題 真正的 造成這個問題的 是不是政府 所造成的呢 你中華民國那個叫什麼 叫做 不知錯 不改錯 也不認錯 好啦 今天我們這個幹部就到這邊 我要去載小孩了 再見 再見